为了帮助九年前八八风灾重创南台湾 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在六年前和金士顿科技公司合作 投入一亿八千万元 举办弱势员住民家庭翻身计划专案计划 而上个星期五 校方是特别邀请已经毕业的学长姐回到母校 跟学弟妹们分享毕业后在职场上的点点滴滴 为了帮助九年前八八风灾重创南台湾 尤其是以三地原住民族群 最为严重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在六年前与金士顿科技公司合作 投入一亿八千多万元举办 弱势原住民家庭翻身教育专案计划 连续六个学年度总计 培育了两百多位的原住民学生 提供他们到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来学习 并且免缴学杂费住宿费等等 还可以居住他们生活费 而在上周五校方特别邀请到 已经毕业的学长姐 回到母校与学弟妹们分享毕业后 在职场上的点滴 我现在是目前只有轮捕骨科 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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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很多科目还没有学到 就是资历上最浅的这样 就是一样还在努力学习 就是好好读书 然后有副理师执照 然后有钱出去玩这样 每家医院做法有些反而就不一样 就是打针抽血抽药 就是西式药物 跟学生病人那些 其实学校教导都差不多 只是就是我觉得马街 马街专校经过五年制的护理科专案培育 这些原住民学生在毕业之后 必须依照规定回乡服务两年 而这些学长姐目前都在台东马街医院 还有基督教医院门诺医院等单位来服务 也为地方的医护人员不足带来专业资源 而校长表示这一次办理马娃安 历届校友回娘家的座谈会 最主要就是要关心毕业校友 在职场上的工作情况 并且借此机会与在校的学弟妹们 分享心路历程 联络学弟妹最近的感情 这项原住民翻身计划 后来也追加经费 虽然目前专案已经结束 但校方在经费结算后还有余款 因此最后一届还有19位的原住民学生 都在学校的护理科系就读 校方希望借此座谈会的机会 除了让学长姐分享职场上的经验 也鼓励学弟妹未来若是有能力 进一步的回馈学校 甚至是回馈社会 记者许多艺的学生 我们不打 欢迎订阅 社会订阅